好了,紫虹停 紫虹停 紫虹停,你不問問什麼? 指虹停,你不問問加速度嗎? 加速度是怎樣? 加速度是怎樣? 加速度等於速度乘以2 按照點數量 好,我們來說看加速度是怎樣? 加速度是怎樣? 兩個速度之間走到的時間 加速度有必要是某個病子 假设,我现在的速度是每秒10公尺,向右 这叫做有方向性,我已经告诉你向右,我的指标有向右 我现在可以,第一个时间是这样的 我经过了delta t,假设是1秒钟,我的速度变成1ms向右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的加速度是多少? 1啊 1,对不对? 正1啊 这样才概念嘛 我的速度只有增加1啊,这一秒钟速度增加1嘛 这一秒钟速度增加1,所以我的加速度是多少? 我的距离,假设这时候位置呢,在右边,2公尺的位置 我经过了一秒钟,接下来的提等1秒 我经过1秒钟,我的位置变成在右边,3公尺的位置 5公尺的位置 请问啊,我的速度多少? 3公尺 然后呢? 加速度是你的 3公尺 然后呢? 我刚才右边嘛,速度应该有方向吗? 正3 为什么是正3? 嗯,不对,是向右 3公尺向右 是不是这样子? 我的速度是3公尺向右 是不是 是 没有点头的请举手 看起来都不理解 好,哪里不理解? 我...全部不理解 可是我想知道 首先全部不理解 想知道就等于是不知道 可是你刚刚在讲加速度,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先... 我先回来讲速度啦 我先在讲,问速度 理不理解 你跟我讲加速度不理解 速度 诶同学 诶同学,拜托你们一定... 你容易分心 你要随时拉回来 你在想讨论什么? 你仔细听同学讲 就不容易分心了 学练,我们现在在讨论什么? 我们在讨论速度 谁跟谁的速度? S1到S2的 对,S1到S2 经过了1秒 S1是他在右边2公尺的位置 在我右边2公尺的位置 他经过了1秒钟之后 他的右边5公尺的位置 请问这个物体 他的速度多少? 2公尺 3公尺 3公尺,向来边 1 向右,那你信不清楚? 2公尺 那你为什么说你根本不清楚? 刚刚我很诚诚 你很诚诚 你很诚诚,但是我不告诉你,可以吗? 你很诚诚 仔细听 好不好? 因为这叫浪费时间嘛 你听不懂 但是你只是因为不听 你就跟我讲,你不懂 我们就拉回来 再重新讲一遍 我希望在这边讨论的东西 大家很多同学学 你开始浪费时间了 因为他已经听懂 他开始浪费时间了 可是 我们真的 我很难像数学或英文说 好,那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大概百分之八十同学 可能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我们今天有七个人 我就必须讲七遍 那我们的实验证不够用 数学 还都看得懂 自己看一遍 你就大概懂百分之八十 自然科学 不见得懂百分之八十 你自然科学 你自己看 大概百分之二十 看你的经验 跟你的过去的经验够不够 你经验很够的 你可能比较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 你经验不够了 百分之二十 就算了百分之七 甚至有时候都不懂 你知道吗 因为自然科学有时候 他会跳很快 他的一个观念跳很快 没有 那观念有没有想念 就是没有 就没有办法理解他 讲什么 就讲很简单 但是不理解 所以为什么要 我们要一起上课 我有个进步在这边 所以大家尽可能 你要预习 为什么预习 因为课本已经讲了一些东西 你知道你哪里都抖圈起来 接下来上课的时候 你就容易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就可以在那边更专心一点 甚至可以提出你的问题 接下来才可以讨论 经过讨论之后 你更理解了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 再复兴写作页 你就可以把上课的时候讲到 再做一遍 你就基本上都理解了 好吧 这是一个过程 你没有预习的习惯 上课就基本上是从头讲 我们就知道 花很长的时间在做 好不好 那在街上又不专心 我们要必须再来一遍 然后用Timo再变化一遍 然后再Timo叨叨一遍 然后时间再过去 所以 我跟街上会很慢慢约住 那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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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怕丢脸 好像是现在的话太俗了吧 你会觉得他会什么 没有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 没有关系 对速度有概念了吗 非常有速度 你看 我们知道 速度就是向右 每秒向右三公尺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写不到怎么来的 可以自己去复习了 对要复习了 你看嘛 我 位置 听我讲 我没有 我现在要讲一遍 我现在的位置 在右边两公尺的位置 我进攻一秒钟之后 我到右边五公尺的位置 我这一秒钟 这个速度是多少 对嘛 每秒三公尺 是不是又出现了 向右边 OK 向右边 对不对 好 好 接下来加速度 刚刚子宏 上课公子想说 他觉得加速度 就是速度乘以2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基本上你有这个想法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看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东西 它移动速度很快 每秒十公尺向右移动 经过一秒钟之后 我们发现它 每秒十一公尺向右移动 更快了 它中间是不是有加速度 对 加速度多少 1 是不是1 每秒每秒 向右一公尺的加速度 简单来讲 就是把这个速度 跟它这个速度相减 我们就知道 这一秒钟 它的速度增加了多少 这样把这个增加的速度 去处理时间 我就知道它这个时候的加速度多少 所以它每秒钟增加多少速度 每秒一公尺 对 它每秒钟增加了每秒一公尺的速度 对吧 向哪边 向右边 这样清楚吗 哦 假设 我发现了 它不是向右边 是向左边 请你看它的加速度多少 等一下 所以你是说 先向右边 再向左边 你加速度向右边 1秒钟之后 它变向左边 每秒11公尺 那差很多 我没有告诉你胜负啊 为什么你们告诉我 每秒每秒21 向左21 什么 加速度 难怪讲出来 每秒每秒21 你刚才讲每秒了 就不能再加一个每秒 它的加速度多少 每秒每秒向左21公尺 但是如果说每秒向左21公尺可以 嗯 懂意思吗 不太懂 不太懂 因为加速度是 速度 足以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速度是 向左 21 每秒 每秒 对不对 每秒21公尺 所以在处理这个时间 所以这时间跟时间的情况 我们通常加做 每秒每秒21公尺 所以加速度有说法 哦 那如果说每秒钟 速度改变 每秒钟 每秒21公尺 每秒21公尺 这样就可以了 就看你怎么去讲它 哦 但是 加速度就是每秒每秒21公尺 OK 有没有哪边 挑哪一块也不懂 没有 千万不要客气 好不好 记得要讲 如果你已经很真真心 不像某些人打瞌睡 你问百次 我都愿意跟你讲 某些人是往神打瞌睡的 问两次我就生气了 对吧 合理吧 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你的血液 你不懂的地方都问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上课 我的上课 我记得我真的很 很希望 你随时问问题 因为你问的问题越多 而且要问好问题 你问的问题越多 你越能够问出好问题 你越能学得更快 这个学习不单单是跟我学习 是你以后 你自己学习都会学得更快 因为我们每次到一个地方 到一个新的莫通环境 我就里面充满了很多好奇 很多疑问 你自然会找到那些问题的答案 那就学习到东西 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我就 我就找谁 对吧 因为没有好奇 我不知道干嘛 我在这边就是空空的 我出去也空空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你就是 所以你的好奇心 你对这个东西 你觉得哪边怪怪的 我听不懂 我都不知道 这就是问题了 你当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把它具体化的时候 你就只想要找个问题的答案 你把你的问题越具体 你的答案就越清楚 好不好 所以问对问题 比找答案更多 我先要问对问题 好 后来这边 我刚才讲过 不然有所讲的 那个 问题不存在 所以我们之前在解决问题 就是说 瞬间移动动力 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要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当初 我们假设的是 实际上它的速度 都是从0到1 因为我们是基酸 从0到1 所以我们基酸出来的速度 就会从0到1 发表现 这叫做平均速度 这一秒钟的平均速度 所以同样道理 这边的速度就在这里 这边的速度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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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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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神奇了 好吗 但这件事情 不会存在 为什么不会存在 请问那这张图 你看得出加速度吗 好像不太太有问题 为什么 如果有的话 这个颜色不太一样 再讲清楚一点 就是它如果有加速度的话 好像每一次都不太一样 什么叫每一次都不太一样 哪个每次 哪个每次 就是它跳出来就不太一样 它的每一次 那个中间分合的那个 诶 是时间吗 对吧 垂直这个是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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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是时间 对啊 是时间的踢啊 哦 时间都不太一样 时间都不太一样 就是 呃 然后三到四 连速度到速度 哪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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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上来比一下 你上来比一下 你上来比一下 因为你讲的问题 我没法理解 你要说什么 让哥哥来教你 对对对对 啊 啊 不是 不是 那这边怎么不一样呢 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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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它的速度大体不一样 所以你看它出什么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觉得它中间没有加速度 呃 它比较小 它在瞬间 瞬间 很奇怪 是不是变成 对很奇怪 超奇怪 这个 薛宇这一段时间 非常OK 这是薛宇吗 蛤 这是薛宇吗 是我没错 确定 确定 你怎么有这三点了 所以薛宇就有 我在这边待了三年了 不确认薛宇 可以加半点 薛宇加半点 哇 这薛宇这点是大放送 我等下就破产了 好 我看一下 在这边有两个点不合理 刚刚薛宇讲的一个点不合理 是从这边突然到这边 它看不出加速度 但是真的看不出加速度 你们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多少 不知道 我想知道 可是 看不出来 等一下 看得出来 就不会等同余 不知道 我们看得出来 它有在慢下 OK 好 我们如果在这边画个VT 因为这东西也行 我们要比较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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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 就是时间对速度的 速度对时间的 速度对时间的 VT 好了 我现在在这边 有个东西是这样移动 请愿意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从这个时间点 0到这个时间点 它就什么移动 往往 加速 减速 等速 加速 等加速度 变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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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叫变加速度 有這個加速度都一樣 OK加速度一樣 在這個圖上的話 加速度都一樣會什麼線 這個斜線 所以你理解嘛 假設我的斜線是在一個直線的話 這是等加速度還是變加速度 等加速度 為什麼要等加速度 因為每個時間間隔 它進度所增加的量是一樣大的 懂意思嗎 它每個時間間隔 我給我這樣畫四個時間間隔 它每個時間間隔 它所增加的速度是一樣多的 對不對 對 它每個時間間隔所增加的速度是一樣多的 光一個數學角度來看 就像學歷都一樣 學歷都一樣 學的程度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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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等加速度 對吧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等加速度 好像沒有 這是一個浮線 這不是一個直線 所以每個點上 你看這個點所增加的距離 這個點所增加的距離 這個點所增加的距離 一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它每個時間間隔所增加的速度 一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間間隔增加速度很多 這時間間隔增加速度很少 那速度加速度 加速的程度不一樣 加速 每個時間點的加速程度不一樣 就會變加速 加速度吧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是什麼速度 等速度 是不是 等速度嗎 加速度嗎 是正的加速度還是負的加速度 負的加速度 為什麼是負的加速度 因為它速度越來越慢 速度越來越小越慢 後面這一段呢 或許的速度 或許等速度 看起來比較像等速度 為什麼 看起來像是直的 看起來像是水平 直的 看起來比較像 水平的 所以水平的速度是多少 速度在這裡 就這塊 速度在這裡 所以是0嗎 有沒有加速度 沒有加速度 沒有加速度 速度0在這裡 通常盆座標在這裡 這個速度是有速度的 V 我們不知道這是V 有個速度 但是有沒有加速度 沒有 因為它每個時間點速度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清除它 所以這叫做等速度運動 我沒有說加速度 等速度 等速度 表示時間加速度是多少 0 等速度運動 表示加速度是0 所以等速度的東西沒有移動 對不對 錯了 不是移動對不對 錯了 為什麼 你看這面積在增加 這面積是不是水平的心力在增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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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Bt圖上這個面積代表什麼 距離 代表這段時間所走的距離 那個 冠遠不能在檢查底 要講清楚一點 玩得一點 這段時間所走的距離 我們習慣講檢查底的時候 會限制上會強 Bt圖上 函數圖形對時間走的面積代表的是 這段時間所走的距離 看清楚嗎 OK 回來這邊 這一段組 這個Bt組 告訴你 有沒有加速度 有 哪邊可以看到加速度 沒有 高低差 高低差 從這邊到這邊 剛 宣揚 這邊我知道速度有變化 可是我看不出加速度 簡單來講 我不知道加速度多 為什麼 瞬間突然不來 如果以數學來計算的話 這加速度多大 無限大 負無限大 因為它是往負的方向走 負無限大 負無限大 所以往負的方向走 所以往負的方向走 為什麼是無限大 為什麼是無限大 因為時間是0 時間趨近於0 喔 我們時間出現兩個速度 是不可能存在的 還是如今不可以這樣化 對不對 這是不可能存在 但是我們知道說 假設有看到這樣的結果的話 這是 想像中 實在的 實在不可能存在 對吧 OK 所以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 這個地方的速度動 是等速度運動 可以 可以 在正式情況之下 也不太可能 正式情況之下 會維持一個等速度運動 真的不容易 你要維持同方向的速度 是一樣的等速運動 不太可能 高速公路都變不對勢 高速公路也不會 高速公路一定歪的 喔 對不對 我們講等速度運動 什麼意思 你的速度是同的方向 叫等速度 這個速度 等這個速度 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大小一樣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方向一樣 比較等速度 還不知道方向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就比較等速度了 我們講 速度是個相量 所以它同時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方向的結果 一個是量的結果 我們講這兩個量要相等 譬如說我說 這邊這個方向 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等不等於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不等於 不等於 不等於啊 大小已經不一樣 還是大小是一樣的時候 還是不等於 方向不一樣 因為方向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相量要相等 兩個條件 大小相等 方向相等 OK 好 所以 這幾個例子 好了 張哥我問那個題目 張哥我問那個題目 記得嗎 時間 記得 我再問一下 S S是什麼 S是什麼 中間 位置 0秒之後位在0 1秒之後位在1 2秒之後位置在3 3秒之後位在6 4秒之後位在10 5秒之後位在15 6秒之後在21 對吧 大賽 對 我是這樣講 對 好 全部都畫5 對 1秒的時候在 哇 哇 你再全部查一下 就畫一個新的嗎 那不會很累嗎 加油 所以 我精神上支持 謝謝你 然後我們看一下3 6 9 12 15 18 20 可以吧 每一格就是代表3的位置 可以嗎 每一個代表什麼 每一個代表3個位置 每一個代表3個位置 18到20 我只把坑放大一點 可以接受嗎 可以 可以 所以 0秒之後在這裡 沒有問題吧 真的 誒 精神一點 1秒的時候在1個位置 就在這裡 對不對 1秒的時候在3個位置 就在這裡 1 3秒的時候在6個位置 就在這裡 對不對 4秒的時候在10個位置 就在這裡 5秒的時候在15個位置 在這裡 6秒的時候在20個位置 在這裡 看這個像什麼圖形嗎 一個曲線 一個曲線 非常好 現在我們以前學過數學 二次韓式曲線喔 這像什麼曲線 你要問我什麼 你要問我什麼 二次韓式曲線 要聽懂 往下跟往下 二次韓式曲線 很聽懂 不是 抬頭朝上 抬頭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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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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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點的移動的速度都不一樣 在拋物線 各位有沒有速度 1 0到1秒 0 花了1秒的時間 距離移動了1公尺 所以速度是多少 1 我們現在是中間 因為它是兩個中間 這邊的速度是多少 2 3 4 5 6 3 4 5 6 3 4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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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單位沒有講出來 單位不是公尺 什麼叫做每秒等加一公尺? 公尺除以流速度 對啊 每秒等加一公尺是速度的意思 為什麼? 每秒等加一公尺 每秒增加一公尺的意思 所以這是速度 對不對 每秒速度增加每秒一公尺 這要等加速度 每秒速度增加每秒 一公尺 對 這才叫加速度 有記住意思 有 這條先畫出來三個不停彈認 如果這條是對的 那你看喔 正面積多少 0.5 0.5 跟我們這邊講一公尺合不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到底在哪裡 哪邊錯了 題目出錯 題目哪裡出錯了 題目沒有出錯了 題目沒有出錯了 題目出錯了 題目 因為加速度是一公尺 這一定是合理的 所以這邊不會是1 這邊講 decide是0.5嗎 得不得 哈 ? Towards scale. 後面都要改啦 哪裡都要改 2 2 2 還是1 2 3 3 7 5 9 10 7 2 隨便你高興 這邊位置是2 看一下就知道了嗎 這邊不是有個圖形嗎 我們就把這面筋畫出來啊 這面筋是多少 2乘2 2乘2 這面筋是2 1.5 1.5 1.5 過嗎 好 加一點 過嗎 過嗎 到時候還到了 到時候時間來講 這個面筋不是1 不要 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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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面筋不是1.5 喔 是嗎 2.5 2.5 又是一個圖形 這個呢 3.5 3.5 4.5 等一下 沒錯 再加3個圖形 0 不合理 前面就不合理了 哪裡不合理 再說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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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要說錯啊 他已經冷氣起來了 對 他已經冷氣起來了 對 OK 這邊應該多少 2啊 2 然後這邊呢 4.5 4.5 8 8 然後呢 12.5 然後呢 18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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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1 1 5.5 所以呢 所以要怎樣 所以假裝這張畫質這邊要改 先在這裡 然後1.5 然後你這樣再乘 3.5 你的圖還是會是錯的 4.5 你還沒有要插一下圖進弄的一次 現在也看不見 不是啊 放在一起才會有比較 沒有放在一起沒有要比較 你這樣子乘出來就還是錯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能用 所以你根本就不能用 現在還敢說手裡是錯的 沒有關係啊 你不能用 所以我現在 時間乘以速度等於它走的去 乘以速度等於它走的去 你可以啊 所以我們要推翻這個說法 我們要推翻說 不是不是不是 B等於ΔT 分之ΔS 這對 可以在 圖形上 你不能這樣存 變量存答案是不對的 我圖形上如果不能這樣存 我要怎麼存 就沒有辦法看出來啊 那我們就推翻 今天跟上禮拜 跟上上禮拜都講的東西 一定要SD圖才看得出來啊 一定要SD個看得出來 才看得出來 它走多遠啊 因為當你有A存在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從BT圖看出它走多遠啊 所以我們冠原的說法是說 當你有加速度的時候 你就看 就不能從 不能從 BT圖看 所走的距離 為什麼 這是冠原的說法 那為什麼 對啊 我也想這為什麼 因為你怎麼做 早上都是錯的 因為他現在是從 我們現在都提的這個 白說 這邊是錯的 嗯 那可是我覺得如果 也不一定這樣講 就是說 只要從 我說1秒它的速度來 然後 一定要某個數字 11 然後 除了會 2.0.0.5 除了會 2.0.0.5 除了會 除了會 它應該在B 要在B 的地方 不要不要 它 它應該在B 再講一遍 就是我覺得 它那個BT圖啊 它應該在BT圖 應該是在BT圖 應該是在BT圖 應該是BT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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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BT圖 還是BT圖 你不用改變速度 缺了嗎 對 就一開始怎麼樣 對 一開始 4.1 缺了它才BT圖 因為它BT圖 所以速度應該是BT圖 所以 一秒鐘的時候 速度應該是BT圖 可是看不出是BT圖 因為那時候會是BT圖 然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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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錯 沒有錯 好 齒龍所說 有聽懂嗎 嗯 沒有聽懂 可以再講一次 好 齒龍所說 好 壞號 幹嘛 因為它移動的距離就是 高度 它就是 這裡面是嗎 然後 對它這邊面就是 然後 它 如果它 這麼做0.5的話 它是0.5 然後 乘以1 除以2 打0 它會變成是 它會變成是 它變成是只有 0.5 可以變 2 它當然 它們兩個看過很多 所以 怎麼這樣做啊 對啊 所以 對 對 到來 剛剛是說 它是1.5 1.5 對 可是你這樣是 為了讓等式成立 所以 你去做一個 數據的改變嗎 可是 它在說什麼 你們講了兩件事情嗎 我完全無法理解 我完全無法理解 所以你要試著去理解 它們在說什麼 第一個是它說話時間太小 OK 第二個是它擋住了它寫的東西 好 那是1 那在幹嘛 對啊 它可以寫完再寫一遍 對啦 然後 11了 因為 它這裏面已經 它這裏就是它 不走回去 那所以 那個 所以 我一直 這裏是1了 1秒 然後 我們壓它 那種 它不能數字 你壓前1 在12之後 就很難 剛才有佛二的教典 佛二哪個教典 佛二哪個教典 佛二這個每秒 我一直討厭 OK 好 好 我解釋一遍給你們 好 好 在算加速度的時候呢 我們通通道理 速度是這樣子沒有問題吧 對啊 速度這樣來沒有問題吧 沒有 可以確認 速度這樣來沒有問題吧 好 你現在在看什麼書 不要這麼認真嘛 好 現在的速度怎麼來的 加速度是不是 不是ΔV3 ΔV 什麼意思呢 就這個時間範圍內 它的速度變化量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那速度是什麼 速度是什麼 是不是A乘上ΔT 就是假如我 有個固定的加速度的時候 我經過的時間變化之後 我就能知道 我們速度增加多長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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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知道 假如我們的加速度是1的時候 我的速度是每秒鐘會增加1公尺 所以說 每秒會增加每秒1公尺的速度 對不對 假如一開始是0 我第一秒速度上是1啊 我第二秒速度上是2啊 我第三秒速度上是3啊 第四秒速度上是4 5 6 這才是正確的 好 在這邊所計算的東西 我們一開始的概念是 以前在算平均速度是O8 前後相減 出以時間 就得到速度 對不對 可是上次是個加速度啊 加速度它不會 不會是平均速度的結果 你看我所走的距離 實際上只有0.5 我所走的距離只有0.5 得到平均速度是多少 假如正義的平均速度是不是 就是我這走0.5 我這走0.5 我的平均速度是0.5啊 可是我們直接把那個結果 拿來當速度來算的話 當何處啊 會多出這一塊 懂嗎 多出來就是這一塊 這塊就變多短 所以呢 我應該是要把這個 位置在這裡沒有錯了 但是速度是0.123456 都才是正確 速度不能直接拿 這兩個相景來出 為什麼 因為這算不算平均速度 好嗎 那你的B是怎樣求出來的 B是用相數來求的啊 效益效益效益 你只要用距離來求的是平均速度 用AI9才是真實的那時候的速度 對效益是0.5就是平均速度 0.5是平均速度 0.5是平均速度 你看嘛 一開始的位置在0對不對 我之後1秒鐘之後 我的速度是每秒1公尺 那我的面積是不是0.5 我的面積是0.5啊 在這個點上 所以我們回到 可是我如果用直接用力量 我去算它平均速度的話 平均速度在那裡8 所以你們在我做的 好 好 我們 我們 我們畫 重新畫一個簡單的圖 OK 假設我像一個VT圖 我再從這邊 比方到這邊 時間T 這是我的速度 我手走的距離多少 是不是這個面積 多少 是2分之VT 對 V在這裡 T在這裡 這個面積是2分之V乘T 是不是我走的距離 好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如果把這個距離放在這裡 那這是我的位置 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數據 比較容易理解 麻煩的數據 好 假設是3秒鐘之後 我的速度是6 每秒6公尺 所以我走的多少距離 什麼不知道 什麼不知道 我走的3秒鐘 我的速度是每秒6公尺 這個面積多少 9 9嘛 對 我的距離是9 所以當我距離是9的時候 我才1秒 在3秒鐘之後 我發現我的距離是9 我會知道 我會知道 我會感覺上 假設我中間的G9不知道 我會感覺上 它是3秒鐘 你沒有走3公尺 你沒有走3公尺 為什麼它的速度 速度不是 6打S除以6打B嗎 6打B嗎 這等於9除以3 這等於是3公尺 每秒3公尺 對 對 對 蛤 對嗎 那這邊差在哪裡 我就是說 它可能其實不是 每秒3公尺 它是4個秒鐘 它是平均每秒3公尺 它是平均每秒3公尺 它是它在一加速 有加速的作用的時候 它是它平均速度 它是它平均速度 會在這個地下 所以你把它的腳是一半 對吧 是它一半 為什麼 把這塊面積 補到這塊面積 補到一半 哦 對吧 很難理解 對啊 三角形面積 很小 你這塊面積 不是剛好點這塊面積 對啊 可是為什麼要補起來呢 這還在平均嘛 平均面積啊 你看這個高度是不是散 最大限度散 是不是剛好等 那個時候的平均速度 哦 對吧 但是我們事實上 這個加速度運動啊 我們從這個領的速度 開始加速到這邊 越來越快 所以那時候走的距離 事實上是平均速度 來算而已 來算這個時間啊 OK 所以關鍵在這裡 它一定在這裡 所以 也就是說 呃 我們用SD 用SD圖畫出來的BT圖是平均加速度 而大家不能拿來算 我走了多遠 可以吧 SD圖當然可以看你搜尋 不是不是不是 我用SD圖畫出來的BT圖 我用SD圖畫出來的 假設你今天畫出來的BT圖 你確實是用平均速度的話是可以看的 你看哦 在這邊 它就變成橫線 對 它變成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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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平均速度在這裡 它速度在這裡 它平均速度在這裡 它平均速度在這裡 哦 這種你用它來算面積是沒有問題的啊 要在平均速度 它會變成T型面積 會變成JD型的面積 那JD型的面積 JD型的面積 跟我現在畫這條斜線面積 你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這塊 來這裡啊 這塊鼓來這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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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你這個JD型的面積 會等同於這條斜線面積 合理嗎 合理 所以這是我們上次講誤差的證明 誤差就是我們這個距離寫錯了 所以說任何時候 B T圖所看的面積 一定能從錯誤的距離 這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說因為你有加速度就變了 不會這樣 OK 那邊聽不懂 這會從跨過去之後 為什麼他們兩跨過去之後 你看嘛 這有加速對不對 對啊 它有加速度 它的B T圖 你從ST圖之後 也沒有辦法吃到那個點 就是那個三角形的點 就是那個三角形的點 那不然再來再說 從ST圖 不能看到這個三角形的頂點 對啊 假設我告訴你 這是一個等加速度的話 就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 假設我先 我先告訴你說 好我現在有個東西 我現在有個東西 不然你的意思是說 假設我現在看到一個ST圖 我沒辦法推這個VT圖出來 合不合理 我現在只看到ST圖 我沒辦法推這個VT圖 可以吧 你可以說 可以試試看 假設說 它的等它 不是音 我們來看 可以說它0到1的時候 沒表兩公尺 然後1到2的時候 沒拿三公尺 我現在如果畫ST圖 是這樣掛的時候 我如果這樣掛 因為你這幾個點 是不是這個點 跟這個點 有兩個資訊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資訊 可以得到什麼 它的平均速度 你只能得到平均速度 對不對 然後你就得到平均速度 你們覺得呢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一個是可以 一個是不可以 前提值在那個加速度 是等加速度 或者是變加速度 就只有這差點 那如果是等加速度 我們可以不照這個圖形 可以啊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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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看等加速度 然後通出去之後 不要不用不用不用 我只要跟你們看等加速度 就可以 只要跟等一下速度 你可以知道的VT图上 對 解釋 解釋嘛 好 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 每個時間點 等わ一個斜線 哪邊斜線 VT图上 哪邊斜線 可以斜線 這個平均速度 等加速度 它這邊一定是斜線 好 那這一點速度是多少 這一點 好,看你的等加速度B等於AT 是不是?等加速度B等於AT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了,A是什麼? A是ΔT分是ΔV,是不是? 我們要聽到嗎? 聽到嗎? 就是這段時間的速度變化量啊 那我又再回聊我剛剛的故事了 T1的時候,我的速度是向右10公尺 T2的時間,我的速度是向右11公尺 假設T1是0秒,T1是1秒 不要給3秒才知道 我的加速度是多少? 誰除以誰? R2除以5 速度變化量去除以時間變化量 這個東西我其實沒有變什麼東西啊 你為什麼知道是用E除以E? 因為他們R5啊,上面除以下面啊 什麼叫上面除以下面? 就是這個洗衣解交器 你知道嗎? 我錯了 OK,算了 我們要算多少還是? 我問你,像速度多少啊? 加速度多少啊? 加速度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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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除以誰? 他的平均加速度多少? 對,誰除以誰? 沒有人除的 你5怎麼來的?你算啊 那誰除以誰? 我不是除的啊 那怎麼算? 我是單純的十五解十 OK,好 那你往這邊改成2秒呢? 不要這樣 平均加速度多少? 2.5 平均加速度2.5對吧? 對 因為他花了2秒多時間 加速度5公尺嘛 對 所以平均加速度多少? 2.5 誰輸誰? 15-10除以2-0 啊為什麼是15-10? 因為他斷掉那個差距 所以那就速度變化量嘛 啊速度變化讓他聽懂嗎? 聽懂啊 你說我講外星球的話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我這樣講喔 我講喔 15-10是速度變化量 2-0是時間變化量 所以加速度是 速度變化量 直到時間變化量 那是平均加速度 對,平均加速度 對,平均加速度很大 對,平均加速度很大 OK 大家知道嗎 OK 所以我們的速度是等於什麼? 是不是加速度是加時間 對 對不對 我覺得 速度是加速度成的時間 對嘛 我只是把這個等次換一下 一樣 把這個調查提升過來一樣 是不是 好 是吧 這是數學 不要告訴我 欸你好 所以我的速度 我的速度變化量 就等於加速度成的時間變化量 我就知道了 好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我從0秒開始 從0秒開始 我經過一個時間 我的速度會變多少 假設我要加速度是A 對 這一邊的速度是多少 是平均加速度加A 啊 平均加速度加A 平均速度加A 平均速度是多少 為什麼 平均速度是多少 啊 為什麼 平均速度是3 加A 加A 哪A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那A是多少 為什麼平均速加A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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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平均速加A怎麼來的 為什麼是 好 你來看 我說正面速度是多少 我沒有說官員講的對 我們只是來印證一下他講對不對 不然你說什麼 3 平均速度加A 平均速度加A 那平均速度什麼鬼 平均速度就是ΔS除以ΔT 對不對 加A 等於速度 等於最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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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剛剛講 最後的速度等於什麼 不知道 我們在那邊還是不知道 所以你要給A 現在給A 像我剛剛給B B的話 最後面是C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從旁邊的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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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等於3加A,是他最後的速度 冠遠說的,我沒有說是對的,我是冠遠說的 冠遠說後面的速度,B等於3加A 現在我用一個不同的角度切入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看我們可以加角度,不好意思 我先把這先查掉 你看喔,看一下同學看一下 我假設加速度是A,假設喔 假設加速度是A,表示什麼意思? 我一開始的速度是0 我經過1秒鐘的速度多少? 3-A 2秒鐘的速度多少? 3秒鐘的速度多少? 3-A 我的速度是3-A 像他的1不一樣? 一樣,會一樣 好,我們繼續往下走喔 他的速度是3-A,對不對 好,這邊高度是3-A 時間多少? 3 面積多少? 4.5-A 你跳好快喔 4-A S是等於2分之1,P乘上V 對不對 2分之1,3乘上V V是3A,對不對 4-5A 對不對 4-A 4-A 你哪個地方看不懂? 沒有專業術語包 你哪個地方看不懂? 沒有專業術語 沒有專業術語啊 全部都我們認識的 沒有專業術語啊 你怎麼看不懂? 黃先生有聽懂嗎? 我要躲到後面了 黃先生說 好暈了 他沒有那麼全 停 停 你們 你們現在還在數字跟文字之間的差別嗎? 數字跟文字之間 然後這個數字的時候你就懂 因為我舉個例 假裝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經過3秒之後 我的速度是10 每秒10公尺 學校這個過程當中 我走的距離多少? 10公尺啊 加速度耶 算 你不是從0到3走10公尺 0到3秒不是走10公尺 我的0到3秒的速度 從0變成每秒10公尺 我走多少距離 3成連3個循環 啊 那頂部律怎麼會卸 多少 是不是這方面機 那這方面機怎麼算 這個底面機多少 底邊長是不是3 3 高是多少 是不是10 10 是不是3乘以10 除以2 15 那3乘以10 是不是 數 位置是不是等於2分機 比T 乘到這個速度B 啊 比T 這個嗎 這不是T 哦 對啊 這不是B 對 對 有沒有錯 沒有 沒有 啊這裡都不會的東西 為什麼你跳這邊就不會了 你跳這邊就不會了 你跳這邊就不會了 我這一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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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個像嗎 可以 高等秒不理解 應該 T 就是速度嘛 B 就是這個高度嘛 對 二分機 那這個B 我們剛剛講過了 這一點的B 是多少 因為我們假設站度是A對不對 第一秒的時候就是A 第二秒的時候就是2A 第三秒就是3A 有問題 對啊 所以速度是不是3A 對 那我的時間是3 我的速度是3A 這不是學齡剛剛講的4.5A 對啊 對吧 所以我手的距離是4.5A 對不對 為什麼要4.5A 為什麼要4.5A 瞬間移動 什麼瞬間移動 就慢慢講 就三層三層 這邊的 我們有看到 這邊的時間是3秒 好好一點 對吧 3x3除以2 對 所以S是4A 我們對到這個S 我們已經知道了 這個S多少 A是多少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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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長了 我們來看一下 4.5A等於9 A等於9 A等於2 A等於2 2是什麼 每秒每秒兩公尺 是吧 所以他經過3秒之後 到這邊速度多少 10 6 6 對 速度是每秒六公尺 對不對 他每秒增加 每秒每秒兩公尺 每秒增加 每秒兩公尺 每秒增加 每秒兩公尺 每秒增加 每秒兩公尺 所以經過了3秒 他增加的速度是每秒六公尺 對吧 所以他面積是這一塊 已經他的移動的距離 好 我們下數是A 然後我們對照一下 剛剛 好吧 可是 為什麼我說的 他就是 這不對 這不對 上次這邊沒有這種做法 這是想像出來的 所以你要去推 我們這就是推導 我這都是用推導 你可以去想 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跳出一個新的動作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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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走的 我們所有討論 都是根據你之前的基礎來走的 是吧 有講的時候不要用平衡 不行 就把他音標 很多時候我們講的就是代號 我先講時間 t 可是講時間 你很難去連講 時間代表是個值 時間是個名詞 我們這是用文字的習慣 我講t你可以把t等同一個值 因為那是我們數學上的交易 因為我會是數學 x 對不對 假設x多少 y多少 t多少 我們可以講時間的關係 可以會運轉 可是用中文的講話 感覺它是個名詞 你沒有可以運轉它 OK 所以我們還是慢慢習慣用一個代碼 一個位置出去運轉 OK 到目前這樣目的 最好呢 就是趕快把我們抄掉 好不好 好 大家好 耶 好 小明星 好